澳洲人 中国星 您现在收看的是澳星电视中文台 电影节即将在6月5号开幕 届时将有来自55个国家的190部作品参展 本届电影节将以澳大利亚代表性电影 《Evanzen的神秘之路》作为开幕电影 参展的故事片 纪录片 动画短片等电影作品 将陆续在悉尼多加影剧院巡回放映 其中包含了19部世界首映和122部澳洲首映电影 电影节期间还将有多场观众与电影人公开交流会举办 在发布会上 新南威尔士州旅游文化部部长 George Soris宣布电影节开幕 他介绍说 悉尼电影节是澳洲文化活动盛会之一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十分荣幸地为本次活动提供平台和场地 支持电影节 悉尼电影节持续为电影制作人提供难得的机会 向观众们展示他们的电影 同时推动整个州的经济发展 悉尼电影节的导演Natham Motley介绍说 这是一个向观众展示自从1954年起 悉尼电影节和澳洲电影产业发展情况的完美机会 今年的电影节新增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导演的作品 本次电影节 来自中国大陆的导演赵琪的作品 坠落的城市 关注中国地震的题材吸引了Natham 我们的电影《FALLEN CITY》是非常移动的电影 自信 成熟 世界级和难以抗拒 这些词语用来形容这部电影和本届电影节 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Natham在开幕式上这样介绍粉丝电影节 二星电视中文台记者小李报道